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演员吴金安 他曾经出演过《摧尸般的故事》 《狼烟遍地》 《武林外传》等等影视剧 一直是以朴实硬汉的形象出现 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上个周五突发交通意外 身受重伤 目前还躺在重镇监护室 据了解事故发生当天 吴金安所乘坐的出租车 和一辆公交车发生迎面对撞 出租车一头扎进了公交车底后 又反弹了出来 而车内的吴金安毫无防备 在遭遇严重的撞击之后 伤势严重 经过诊断 吴金安胸部有18根肋骨骨折 并伴有肺水肿 颅内出血等多处严重伤情 而车祸发生时 他正在赶往演出的路上 素有硬汉之称的吴金安 即便在送医途中 依然是强忍着剧痛 哽咽地表示 这下对不起观众了 目前经过了两天的紧急救治 吴金安暂时脱离的生命危险 伤情趋于稳定 他现在就是在这那间护士 然后但是刚刚我们也联系过了 状态还不错 这个是那个公交车 这个公交车的全格 然后但是因为听医生说 现在比较稳定 包括吴老师 感觉也还可以 遭遇如此严重的车祸还能幸存 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都是依赖于吴金安良好的身体素质 和坚强的求生意志力 由于吴金安受伤 由他领先主演的大型话剧 红旗普不得不暂停全国巡回演出 剧组也对观众表示歉意 1958年出生的吴金安擅长在影视作品中塑造淳朴憨厚的农民形象 因而在演艺圈中有农民演员专业户的美誉 娱乐星天地祝福吴金安早日康复 编辑吧